這個朋友就問Jordano 709 他就說他的名字叫《師傅愛你》 好了 他就說他可不可以冷靠這個709 他說他曾經是外愛股 但市場就沒什麼人提 剛才說到就出了一個型起 但今早也升得多的 升了6%左右 Jason又建不建議追入呢? 這隻坦白說都很少跟 雖然它都是零售股 真的沒辦法 你說的基金來說 在這幾年都不喜歡買Jordano 因為見到他的業務 就是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當然他也做了一個不錯的決定 就把一些運動得不好的店鋪關掉 就可能減少一些人手 控制成本 但是你說單靠控制成本 是不是就可以令到公司 很快地回復一個增長 或者這個增長是不是可以保持呢? 其實是有些困難的 所以709純粹以收息角度 它也是不差的 可能增長就不夠 但是他又願意 百多元 是的 他又願意把額子派出來 所以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你預了這些股份 就不會說一些很大的升浪 會做給你看 或者你說這些價位買 你買回上去過七、過八 我覺得都已經頂了 我為我買再一個大龍 我建議 我認為你也買 posible 要ini、兩 month 的零 但是新增 原來的